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方砖 今天在美国发生了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看起来是一个小事情 但其实是一个大事情 什么事情 中国的一名科学家认罪了 他承认他盗窃了美国的商业技术和科学的成果 那么这个事情详细是什么情况呢 又会产生怎么样巨大的国际影响 我们今天来详细的说一说 那么这个科学家的名字呢 叫做陈丽 现年是46岁 他在昨天美国地方法院认罪了 他被指控为盗窃科学商业机密 并针对各种儿科疾病的研究 鉴定和治疗 进行密谋的电信欺诈 而他自己也承认 说他从俄亥俄州的全国儿童医院研究所窃取与囊炮和囊炮隔离 有关的科学商业机密 这个囊炮是什么东西我不太清楚啊 这个是科学科学什么术语 而且他不是一个人 他跟他丈夫两个人一起 他们在这所医院 就刚才说的这个俄亥俄州全国儿童医院 一起的研究工作室工作了十年了 然后他们在这里边窃取了不止一个商业机密 而且他自己承认 他密谋通过制造和出售一个叫外密体隔离药盒 来窃取其中的商业机密并获得利益 这个外密体隔离药盒 这可能也是科学医学专业术语 我不太清楚啊 但是应该是一个东西 而且他也承认 在中国成立的公司来销售这些东西 而且他还供述说他从中国的 听好了这点很要命 他从中国的国家外国专家事务管理局 看名字应该是专门管理中国外国专家的 还有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获得了好处 他承认从这两个机构获得了好处 这事就大了 而且他还说说 这个还参与了很多中国的人才计划 这个毫无疑问 等于他就把中国给掀了一个底料 那么作为党时评节目 我们的重点在于分析 这个事情产生的影响和后果 那么这个事情 很多人看来是一个小事情 但我却不这么看 有句话说的好 说外行看热闹 内行看门党 同样是打把式卖艺 有的人看好家伙光着膀子肌肉多 完了以后五大刀 胸口碎大石 觉得这样过瘾 有的人就看这个人走路下盘稳不稳 举手投足 他的这个感觉 是不是练过 而这个事情 我们就是说作为八卦来看 没什么事情 一个儿科的东西 你偷就偷了吧 能怎么着啊 但是如果我们把它 就是从一个相对的新闻观察角度来讲 我们来分析 这个事情是一个大事情 而且它将会是摧毁中国国际信誉的第一颗炸弹 是非常要命的 为什么 我给您说一说 我们说这个信任这个东西 信任说像一张纸 一张白纸 洁白无瑕 光滑的 没有折叠过 没有任何痕迹 好 现在你把它折叠一下 压住 再打开 你发现这个纸上有一个印 好吧 现在你拿擀面杖啊 你还干嘛呀 你是反向窝呀 不管你怎么样 你会发现这个折痕它始终都在 这就是信任被辜负之后所产生的后果 那有人说 说这个信任被辜负的之后 我们知道啊 那跟这个中国的影响 中国的国际生育有什么关系 很简单 美国之前怎么说中国的 自从中美爆发贸易战 自从新冠爆发以后 美国说了几大论调 无非是中国偷了美国的技术 中国偷了美国的军用技术 中国偷了美国的疫苗技术 中国偷了美国诸多的知识产权 而且偷了十几年 这些东西是美国单方面说出来的 可能只有美国的一部分人信 中国人是嗤之以鼻的 而除了中国 这世界不是只有美国中国 除了中国之外的其他国家 是观望的 是信一半 他不信一半 那是真正的 除了中美两个当事人之外 那是真正的吃瓜群众 可是你要因为他们是吃瓜群众 你就小看他们 那你就错了 中国除了美国之外 第二大贸易伙伴集群 听好了 是集群是哪 是欧盟 欧盟同样是中国重要的科技技术来源地 那这个欧盟不由的看了这个消息 他就得心里打赌 美国你说中国偷这么多东西 他会不会偷我们东西 欧盟心里就忐忑 但是他也没有证据 欧盟内部 说实在的 说是欧盟 其实各家都有自己的小算盘 所以这个集团 你让他自检 自我检查 等着吧 他能自检到下个世纪 极其缓慢 极其小于低下 你看他们自己处理当别 那个奶奶 你就知道 他们处理的实在是太糟了 那么如果就一直这么下去 美国提出对中国的这些指控 对中国提出的这些指责 那就会变成什么呢 变成空气中的一团云 慢慢就散了 大家就忘了 忘了美国指控过了 可是现在在这个当口上 这案子出来了 而且值得说的一点 如果这个案子 是在一个封建的专制的国家 你比如朝鲜 公布出这个消息 全世界不会太有了心 为什么 都知道朝鲜是个专制的国家 那话怎么说的 三目之下 没有不着的 你中国的那个审讯室里边有多少 对吧 多少花花绕 那去过派出所的 那都知道 说个题外话 以前我有个同学 就是高中的时候就喜欢去打架 有一次 他那时候很狂啊 他去了这个派出所 留了两天还不是三天 出来以后 老实了很长一段时间 后来毕业以后有一次我们一块吃饭 我们就问他 说那谁 你那个当初进了派出所 后来你怎么 你怎么怂啊 我们那会朋友 哥们之间 是这么说话的 你怎么怂了 他喝了口酒 他说 我跟你实话实说 你别看外面 我们这帮人一个个的 天不怕地不怕 一句话不服 我们就上去干去 你真进了派出所 你真进了派出所 都怂得跟狗似的 那警察整你的花活多了去了 他们有的是方法 给你整的是痛不欲生 身上一点外伤都没有 你告都没地点告去 谁进去敢扎刺啊 所以这个事情 在我印象 都能留下很深的印象 所以在那样的国家 全世界人民是不信的 可问题是 这个地方 是在美国的法院审理的 我们都知道 美国的司法是相当独立的 而且它是没有办法 被整体收买的 有一个人基于自己的良心捅出来 这个案子牵连了多少谁 就会半掉多少谁 就不怕到了总统 一样被弹务 这就是美国的司法 所以这个东西 它的结论拿出来 就是这个中国科研院 叫陈丽的这个人 他的结果拿出来 放到整个世界去 整个世界是信的 我知道哪怕 中国的五毛粉红们 他们依然拒绝相信 因为一番说 他受到了不如的待遇 是 你们中国可以这么说 但是世界人民他不信 我们重点的着落点 不在于你中国人信不信 也不在于你美国人信不信 而在于他们外国人信不信 我们都知道 现在的社会是一个什么社会 是一个经济发展 远大于军事发展的社会 一个国家以前要想绝取利益 要打到别的国家去 把别国家占领了 才能绝取利润和资源 而现在不用了 现在不需要 现在只需要用经济战 用经济的方法去掠夺他国的市场 进行倾销也好 进行制裁也好 就可以达到相同的结果 而经济发展同样如此 以前是我到你国家做生意 你到我的国家做生意 现在是什么 现在是合资 大家一起做生意 有钱大家赚 可是一旦大家一起合资 你会发现有一个问题 双方的一些机密 在合作当中就暴露无遗 双方的一些技术的保密性 就大大降低 以前我想混个人到你机关去 你谁啊 我不认识你 你凭什么进来了 警察 而是这个节奏 现在不行了 现在是 我是你同事 你这给我看看呗 或者有一些下班了以后 就把资料在他办公室 我偷偷去看你谁知道 等等等等 方法多了去了 我这都不一一说了 所以这个案子出来以后 它真正的要命的地点 不在于美国这个儿童案子 说实在的 美国法院判他要罚140万美元 这才多少钱 对于我们个体来说 哇140万美元 1000万人民币 哇大数啊 可对于整个国家 对于中国来说 1000万算什么 算钱吗 地方让一个县的县里边 就起出来 四个亿人民币 1000万人民币算钱吗 真正要命的是 它带来的信任危机 大家想想 刚开始我说过 这个白纸的例子 欧洲的这些人 这些技术发达国家 他们今后还有多少企业 敢和中国进行合作 敢把真正有价值的企业 有价值的东西 跟中国进行合作 不敢了 这个影响的就不是140万了 可能是1400万 1亿4千万 140亿 甚至更多美元的订单 和商业合作 这个对于中国的打击 将是致命的 中国老祖公众计划说得好 人无信不利 当年那个乔家大院 那些老先生们 那些老一辈的中国商人们 借钱怎么借 拿块瓦 咔掰两半 你一半我一半 还钱的时候 把这瓦一对 啪一撇 就算完了 那个时候借钱本着原则 没有什么合同 好像签个生死状 不准这个 你信我 你就借给我 你不信我 你就别借 那个时候 人无自豪 人无招牌 为一个老自豪 一个老招牌上 凝聚的百年的信誉 有些人为了愿意献出自己的生命去 那才是百年老店 那才是招牌 那就是信誉 那就是保证 可是中国最不在意的就是这个东西 信誉是什么 远的不说 就说同仁堂 老字 同仁堂爆出多少次负面消息 对不对 同仁堂下属的一些分支的店 他不挂你总店的牌子 挂你分店的牌子 出了多少事 你们网上随便搜一搜 所以说如果说国内的信誉 还有的选 为什么 中国人多 总有不知道的 也就罢了 国际上怎么办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 我们之前说了一步 没说完 就是这个怀疑本身是会增长的 美国之前给中国做了一些指控 说中国盗窃这盗窃那 对吧 那么之前 欧洲人是信一半 怀疑一半 现在呢 现在是信一多半 怀疑一少半 那如果再有这样的案子 会不会最后变成什么 最后变成全部相信了呢 那么 美国是只提出了这些吗 美国可还说了别的东西 他还说 新冠是中国搞出来的 当然中国一直是否认 可是你这个信任开始从原点 从这个小点崩塌 当他放大到上面的时候 那西方会不会也相信 新冠真的是中国搞出来的呢 当然我知道很多网友已经百分百认可 就至少他们在心里面认可 新冠是中国搞出来的 没问题 那是你们各自的认可 那我们作为一个媒体 作为一个这个节目 我们不能说说 中国就是这个 中国就是那个 我们不是裁判员 对吗 那是您自己的观点 而您的观点 不代表欧洲这些国家的观点 不代表全世界人民的观点 可是同样的 有很多网友 我知道你们也不承认 不认为这个新冠是中国搞出来 不认为是新冠是中国放出去的 可是按照刚才咱们的理论 当信任从第一点崩塌 到了传导到这边之后 那么世界上其他国家人民 他们会逐渐的相信 我直接跟大家说结论 他们会逐渐的相信 新冠就是中国搞出来的 甚至他们会更多的相信 这个新冠是中国为了 这个什么 那个称霸世界搞出来的 哪怕这个观点 在很多网友眼中再无稽之谈 再也不可相信 但是基于这些信任的崩塌传导之后 他们就会信 现在大家认识到 这个一个简单的 一个什么偷到儿童相关商业机密的 这么一个案子 我为什么在节目开始说 这是个大事了 这真正的是要要中国命的事情 接下来我们可以看 一般老百姓可能感觉不到 但是如果观众朋友们 你们有人是做外贸的 甚至是做金融的 你们通过 如果你们熟悉各种报表 熟悉各种数据的采集 在未来几个月到半年之内 尤其是整个世界开始逐渐复苏了之后 你们看 把这个数据 跟往年历年的数据做一个类比 你会发现 未来跟中国合作的这些企业的数据 一定是向下的 一定跟中国合作的是减少的 而中国的国际环境也将会越来越糟 好了 今天关于这个事情 就跟大家说这么多 感谢大家观看 如果你喜欢我节目的话 欢迎订阅评论转发点赞 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